好 今天一大早呢 要带你来看到是很重要的消息了 你打AZ疫苗了吗 在昨天呢 我们的指挥中心说要开放扩大打AZ疫苗 所以昨天是开放给军人 以及65岁以上的长者可以来施打 但是现在呢 却传出了这么一个例子 原因是 原来在昨天指挥中心被问到 说是不是有一名20多岁的年轻孕妇 在3月下旬的时候打了AZ疫苗 结果呢 是打完之后的一个星期 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所以呢 现在因为在5月初的时候 去产检 发现孩子已经没有了胎新婴 而有没有可能是因为AZ疫苗 导致小朋友没有胎新婴 必须要迎产 来听听指挥中心当时怎么回应 接种前一天有厌孕 那时候是并没有怀孕 那接种后 有发生了一些常见的 不良反应的现象 4月中旬的时候 那他有做了第一次残检 那时候还没有办法监测到胎儿心婴 所以在5月初的时候 再进行第二次的残检 这时候是怀孕周数是9周 那胎儿还是没有心婴 所以后来就决定给他流产了 好目前呢 其实大家就知道了 对于这起事件 指挥中心已经回应我们 说基本上呢就他们的理解 是这一名个案先前有过流产的经历 现在在家休息 但是呢他们现在在国际上的案例一看 也不认为说打疫苗跟流产是有相关性的 因此流产跟他接种AZ 到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还必须要进一步来研判 好指挥中心直接告诉我们了 他初步是排除跟疫苗有关联 但是呢现在来看到 是在卫生所到底疫苗打得怎么样 毕竟呢到6月中 其实最后一批疫苗就要到期了 而目前看起来是 在开放65岁上的长者施打之后呢 卫生所说爆发了排队潮 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于AZ疫苗有疑虑 包括了谁 包括了他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但别忘了陈佩琪也是医师 还有自己的专业 可是呢这一回就被媒体爆料 说怎么你没有打AZ疫苗 他则是直接开轰 说难不成总统蔡英文打了吗 为什么我就一定要打 我不能有选择权吗 AZ疫苗打或不打 现在已经变成了各自之间 大家彼此在评断 以及彼此在搜寻更多的资料 来决定自己到底要不要打这个疫苗 当然指挥中心是一直告诉我们 打了疫苗之后可以增加防护力 因为现在在社区里头 确实也有很多老人家很担心 担心的是什么华航诺富特事件 现在呢我们就发现了 已经造成了35个人确诊 而且呢机师以及机组员 他们回到家之后 可能会感染到家人 所以现在确诊者呢 在社区里头有一些 啪啪噪这样的感觉 虽然已经开始把这些墙 都慢慢的拉起来 同时已经对华航 祭出清零2.0的众手了 好什么叫清零2.0呢 就是要求华航所有的机师 统统叫回来检疫14天 换句话说 这等同于全面停飞了 而当时他们的 就产业界的专家告诉我们 说这个比当时 当年华航机师在罢工 还要来的更加严重 因为呢运令只剩不到两成而已 罢工的时候还有人飞 但现在统统叫回来居家检疫 真的没人飞飞机了 好对于这件事呢 大家都在讲 有没有可能对我们的产业造成影响 或者是有其他的国际航空 可以一起来帮忙 而也因为这样我们才知道 原来啊台湾的空中货运 其实华航是大宗 长榮方面想帮忙也很难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货机没这么多 所以运量呢可能吃不下来 而哪一些产品必须要坐飞机 包括了半导体这些高科技产业 他们的晶片呢 又或者是他们这些产物 其实是比较高科技 也要讲求效率的 所以高科技产业的出口 就会首当其冲 也因此现在就很担心 这一波的机师感染 会影响到我们的经贸 而其实说到了清零2.0 听起来是所有的人都叫回来 然后分安全组跟风险组 彼此之间呢要分开飞 也就是必须要把所有的变因 都控制到零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确定到底有没有办法 把这一些的危险因子 统统给揪出来 可专家也提醒了 不是2.0就真的有办法清零 你必须做的确实 包括什么 包括风险 你必须要精准的来区隔出来 另外呢现在陈时中自己也承认 很有可能在华航内部 还有隐形的传播链 还没有发现 所以必须要有通盘的检讨 然后大家都要遵守防疫规范 当然这一回因为 就是针对华航 这高增度性呢也很担心 会引起华航内部的反弹 心理因素也得好好照顾了 10号在新增一名机师染疫 截至目前为止 华航群聚有35人确诊 13名机师一名空服员 总共造成8个家庭群聚 眼前这起史上最严重的 本土群聚感染越演越烈 诺富特饭店清零还没完 华航确诊者仍然不断冒出来 指挥中心怀疑 华航内部已经有隐形传播链 指挥中心宣布 华航的清零计划升级2.0 几之前1279名机师 全面核酸及血清检测后 现在再提升规模 前舱所有机师入境后 全部到集中检疫所 全数召回集中检疫 后舱的机组员 曾经派飞长城航班 或者有接触过风险组 全数都要检疫14天 这么大规模召回 是否华航内部 还可能有更多人染疫 目前最新情形 已经有300名机组员 在居家检疫 约有90名在集中检疫所 回社区的话 需检疫满14天 期满后裁检阴性 更要求风险组 跟安全组不得混飞 大动作清零 是否代表疫情逐渐失控 多少人应该有感染过 是不是又接触到多少 那个里面的员工 或者里面的机师 然后社区感染 根本就是已经成立了 我国空运占整体输出 运量的将近50% 其中华航占比 就高达47% 陆续停飞14天的结果 代表逼近停飞程度 听到的消息是 大概有砍到一半以上的 一个航班晶片 我们也会载 上次之前我也载过电脑 华航全球风暴 现在就连经济 恐怕也大受冲击 指挥中心大动作清零 不破网 但就怕本土疫情 没有止住 更重击台湾经济 记者组合报道 好 网络上事件755 位朋友跟我们一起来聊新闻 来看看大家的回应 阿凡达就爽了 他觉得政府就是 推拖闪 推拉拖闪 他觉得政府这样的做法 很不负责任 另外呢 还有谁 还有查理力 他说防疫破口了 再来补 这来得及吗 而Drama Edge则说了 出事的防疫旅馆 其实员工在2月 就已经向指挥中心 反疫防疫模式有问题 但没下文 没有后续处理 对 针对于这件事情 昨天在立法院里头 也有人开炮了 因为呢 明明就是2月下旬的时候 就已经被检局混住 但是 现在就这么诚实中的一句话 说病毒本来就会跑得比公文 还来得快 这么一句话 真的是让大家无法接受 难道指挥中心 就只是一个发公文的小弟吗 官僚作风 让蓝营立委痛批 说应该被枪毙 而对于蓝营立委的这句话 诚实中也有意见 他说这话说得太过了 早在2月份 诺夫特就被检局由混住 指挥中心却好像没听见 没看见 直到两个多月后 疫情爆出破口 既然说公文没病毒跑得快 流程还在走 诚实中平常去讲 不要再嬉皮笑脸 根本就应该被枪毙 网友气得大骂都要打仗了 你还在跑公文吗 网友算我阿嬷来跑都赢了 诚实中整文灿 两个打混账的关 万万没想到出包了 人命关天 你还继续提皮球 你是送公文转发的小弟吗 本土传染的可能的重大漏洞 你们都一点都不当回事 非常官僚 这种东西难道不能够 直接打电话吗 诺夫特案 郑文灿责任权推给中央单 台北市却连检疫名单都拿不到 话说得超酸 郑文灿黄太子 会不会很羡慕 那个郑文灿 我们没那么好命 你知道你没那么好命 如果说今天是你 台北市的防御旅馆 出这么大的包 你说中央全部推给中央 柯市长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早就完了 公文煤病毒跑得快 当大官狂说瞎话 就怕蔡政府的自满 轻忽早已酿成 更大破口 记者林锡线 徐国号 SNG小组台北报导 另外在防疫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持续来追 不知道在线上 有没有住在台北南港 跟内湖的朋友 听到这个案子 去过的地方 你可能会觉得说 真的病毒离你不远了 这是确诊 华航机师1187案 足迹曝光了 发现他发烧了前两天 曾经到过台北福华饭店 七闲吧 还曾经到南港知名饺子馆 现老满用餐 两个地方虽然都已经消毒 停业七天 但是一个是观光饭店 另一个呢 则是位在南港软体园区 有非常多的员工 会来这边用餐 人来人往的 指挥中心直接点名 说他可能对于社区的影响 是最大的 饭店一楼大厅人潮熙熙攘攘 有人正在享受buffet 而转角的英式酒吧空荡荡 没有营业 门口公告到5月17号 进行内部调整 正因为有确诊者来过 民众吓得赶紧取消定位 蛮震惊的 应该会跟家人取消 今天的行程 新增的案1187 华航机师足迹曝光 发烧前两天 5月3号晚上 曾到台北福华饭店 一楼七闲吧用餐 隔天晚上再到南港的知名饺子馆 现劳满吃饭 这段时间恐怕传染力最强 一定是饭店先知道 昨天就已经全部都大消毒 员工们议论纷纷 福华饭店9号傍晚接获消息 一楼及b1立刻进行大消毒 七千爸也将暂停营业七天 注意厨房内部也进行清销 确诊的华航机师 曾去过位在南港软体园区的 现劳满饺子罐 同样停业七天 当天上班的10位员工 在家自主健康管理 而五月四号当晚 刚好有另一桌六人用餐 另外一桌客人也很紧张 他打来电话最远的距离 因为他们一桌是坐在 那个沙发区 一桌是坐在口床 整栋大楼卯起来大规模消毒 正因为在南港软体园区 又和捷运站共够 近五百家企业 两万多名员工上下班 人来人往 指挥中心也不敢大意 对社区有影响的是1187 点名案1187金师对社区有影响 而案1184金师太太二度更新相关足迹 五月四号下午在增列层到全联内湖 新云门市采买 足迹向挤牙高四的每天新增一点 活动区域扩展到台北市大安区 内湖区和南港区 究竟还有多少未爆弹 社区人人挫雷弹 记者陈震茂 沈全白 林佩杰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 网络上张化荣就告诉我 他住在台北东区 说很担心 无症状感染者 感觉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 另外还有谁呢 还有郑仲佑 他说他在南港园区上班 昨天就已经有听到广播要消毒了 确实现在呢大家都在讲 如果说确诊者去过的地方要消毒 但是在什么时间点消毒 而在他去过这个时间跟消毒时间 中间这一段 到底如果你去到这个现场 你会不会感到害怕 当然会啊 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就在脸书上头讲了 说其实在这一次的确诊名单足迹疫调当中 有内湖一家全联跟内湖一家银行 他说这两个地方 都是住在这里附近的人才会去的 当地的里长很生气 他直批说陈时中根本就像太上皇一样 什么都不讲 一讲之后呢 大家听到之后才吓一大跳 因为他们先前也去问过台北市政府 也去问过卫生局 大家都说没有资讯 结果原来指挥中心才有资讯 但指挥中心什么都不说 游淑慧就讲了 你明明就是同一天的疫调 为什么要分三次挤牙膏涉的方式来公布呢 如果说是5月8号确诊的话 那前面几天他的足迹在哪里 他反问陈时中 要是是你家附近有案例 你会讲得这么慢吗 你会不会想要第一时间知道 哪些地方他有去过 在消毒之前要加人先不要去 而且都过几天了 现在才消毒 难道是消心安的吗 对于小老百姓来说 我们的心声其实就像是 游淑会讲的这样 大家最希望知道 就是社区附近到底安不安全 要真消毒的话 是不是有消毒确实 适合起来 10月份 您的新讯会 您的心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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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心眼